这两盆另见荷花上盆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这个状态还不错 现在我就把它们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多肉区来养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可以晒到四五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对于这个另见荷花来说 是可以满足它的生长和开花的 当然如果这个光照越好的话 它开花就会越爆 但是它是比较怕这个烈日暴晒的 所以如果夏天摆放在这里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给它遮阴 如果是北方养的话 冬天要把它搬到室内去养 因为它不是很耐寒 还有摆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 我这个地方的通风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盆醋江草才还几天 就感觉都快要涨满盆了 现在赶紧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有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植色光 对于这个醋江草来说 够它的生长和开花了 因为这个醋江草虽然是非常喜光的 但是它也能耐阴 不过夏天如果摆放在这里养的话 最好给它遮下阴 因为它是怕这个烈日暴晒的 另外呢 这个醋江草它还是比较怕冷的 在南方地区的话 室外可以过冬 但是在北方地区一定要搬到室内才能过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